在德云限定营业中 一开始杨九郎没有记住录制的环节叫什么 主要是因为需要录的内容实在是太多了 杨九郎边问节目名边吐槽 主要是我们也是意料之外 收费的节目实在是太多了 确实这次的德云逗笑社除了正片部分 确实有不少延伸节目 看的人眼花缭乱 比如参与节目的每个演员的单独直拍 想要看付费三元 再比如德云下班后 德云番外相声 德云社限定营业中 以及各种花式花絮等等 9月8号晚上 一些德云社粉丝 打开了第二季德云社团宗的频道 想要看最新一期的付费直拍内容 所谓的付费直拍内容是这一季德云社团宗的新项目 粉丝们可以花几块钱看到自己喜欢演员的专属内容 可是大家突然发现德云社团宗的付费直拍已经被下架了 显示因为版权到期无法购买 现在已经看不到这个栏目了 不仅是这个栏目被下架了 原来在第二季德云社团宗里 每一期节目的结尾预告 都预告付费直拍的上限时间 现在这个页面已经被修改了 已经看不到付费直拍这一栏了 种种迹象表明 第二季德云社团宗已经放弃了付费直拍这个栏目 因为涉嫌捆绑销售 德云社团宗的合作视频平台 刚因为这件事被官方约谈了 毕竟德云社团宗的付费直拍 其实跟电视剧的超前点播是一个性质 都是付费解锁相关内容 价格也差不多 都是三块钱一集 所以德云社付费直拍下架 应该是受到了这件事的影响 因为涉嫌捆绑销售 所以被下架了 郭德纲老师其实有点冤 因为德云社的付费直拍 跟超前点播的电视剧 区别是很大的 超前点播的电视剧 是整部电视剧的一部分 你想要提前了解完整的剧情 就得花钱解锁 可是德云社的付费直拍不一样 并不属于德云社团宗的正片 只是单个演员的镜头合集 节目组为了拍这些镜头 需要额外布置摄像机 额外进行剪辑 自然要付出额外的成本 所以收费观看是合情合理的 他跟超前点播的电视剧 区别是很大的 当这档延伸类节目下架的时候 也就出现了不少网友 拍手庆祝的现象 也有网友表示难过 虽然要进行购买 但自己还是可以看自己 喜欢演员的直拍的 可是现在想看都看不到了 真是有点太突然了 而郭德哥老师着实有点冤 因为这个付费直拍是应粉丝的要求增加的 这一季德云社团宗参加演出的人有十几个 平均到每个人身上就有十几分钟的时间 有些粉丝只喜欢一个演员的 就喜欢看付费直拍 多看一点自己喜欢的演员 德云社为了迎合粉丝的要求 才搞的这个付费直拍 如今却要倍下架 所以说郭德纲老师属实有点冤了